本场比赛之前身穿红色队服的上海身心在三连败之后 排名已经跌落到联赛第十二位 形势很不乐观 而位居三甲的广州复利队此前的三个客场表现不佳 仅取得一胜两负的战绩 急需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的客战能力 不过还是主场作战场面占优的身心队率先打破了场上僵局 第十二分钟 身心队获得前场任意球机会 外员萨利门前补射 首开记录 第四十分钟 复利队开出脚球 进区外的达维把脚怒射 皮球打在了王云张开的手臂上 身心队被判急刑 走上罚球点的达维轻松将球打进 为复利队将比分搬成了一比一平 一边再战第五十三分钟 身心队在前场打出精彩配合 邹仲廷在左路凌空传中球道禁区 阿赛姆抢在对方后卫之前 倒地铲射破门 将比分改写为二比一 第七十一分钟 上海身心队卷土重来 替补上场的江小辰突入禁区后闪开空档 而他的射门却成了为队友王云的助攻 后者补射将比分扩大为三比一 两球落后的广州复利队在九分钟之后后卫犯下大错 唐淼在对手的紧逼下回传给门将的皮球绵软无力 被等在禁区内的达伟逮个正着 后者轻松地收获了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二比进球 同时也将他本赛季中超的进球数提升到了五个 广州复利队在下半场的最后十几分钟里 打出了进攻小高潮 尽管下半场替不上场的外员拉菲尔的这次投球攻门被衡量拒绝 但是他在第91分钟时还是抓住了机会 门前强点投球破门 为广州复利队将比分扳成了2比4 落败的他们本赛季客战记录一胜三负